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无论怎样 我们就非常感谢神 安排王弟兄 给我们讲授这一课 这一堂 因为这个收集资料的丰富 很少有像他这么清楚 所以无论是李托森弟兄的生品 而李弟兄的生品 这个他都收集得很清楚 有的我还都不知道 比方说李弟兄受理教育 正规教育 第一小学只有三年级 才读三年 然后就读了三科 三科就等于现在的二转 二转 但是你看看这个李弟兄那个用功啊 那个真是了不起啊 用功 所以你看他做的诗歌 翻译的诗歌 他的这个恢复本 翻译 他那个把它翻出来 这个我因为我现在读经了 早晨常常读经 从马太福音读去的 我就是中文英文来对照 这个中文就是恢复本了 来对照 常常我就觉得 哎哟 这个这个中文翻得好 有的觉得 英文来对照 把我那个对中文认识 更多的两种语言 发表的话 了解得更清楚 如果你读小学三年 你敢不敢翻圣经 翻译文 你看我睡了 读了大学毕业 我搞这么多年 你叫我翻 我还不行 现在来读他 把他读得非常清楚 懂得 就已经是很难得 所以啊李利用真是 神使用 李托真是用 神使用李唐寿弟兄 我有一次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 他要我 他他要到德州去 去特会 这个带领特会 那我那个时候在那里 他就要我陪他一起去 那去了在路上 搭飞机 那什么路上 就闲聊嘛 他就聊 他说前前没有多久 他想去买这个美国 平常戴的那个 那个远的帖子嘛 那种的礼帽 结果弟兄们带他到 美国的这个帽子店去了 结果带来带去啊 找不到和他的头 因为美国人那个头帽子啊 都戴不下去 他的头啊 比美国人的头都大 但是他的用功啊 这是了不起的 所以了不起 他能够翻这个英文的圣经 能够在那里注解圣经 英文的注解 那种生命都 都都是用英文的 那些英文 英文都是帮他带 这个让的什么 都是帮他做的 那个时候他们都 对于李弟兄亲父了 他佩服他五体头地啊 对 如果别人的话 他妈呀 你这个英文太烂了 你怎么来摸吧 感谢主 所以啊 真是了不起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虽然年纪大 我们还是要用功一点 用功一点好哈 对 因为本人是好 不得了 我还是要用功一点